歡迎大家繼續來到在星期六的下午 在九龍青春寺這裡有伊斯蘭進階的課程 我們今天又請到另外一位的朋友 先跟我們讀一節的古蘭經 阿尤心달�lah 阿尔心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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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一位穆斯林都是非常熟悉的 因為每一天有五番的禮拜 每一番禮拜都最少要念兩次 有時是三次 有時是四次 剛才那一節的內容 後來那位小妹妹也用英文翻譯過 給大家解釋過 我們今天在足短的時間 我們會去講今天的主題 就是關於伊斯蘭的律法 我們短短一個小時鬆一點 就沒有可能把別人整個大學的課程放在這裏 所以今天也可能只可以在一個簡介當中 講出整個律法的一些重要的精神 以及在框架裏面 伊斯蘭的律法裏面 有些什麽重要的元素 待會有一個部份 是大家有機會參與的 就是去討論一下 在伊斯蘭的律法裏面 有些什麽去保障我們人類的生活 不過我們之前先用兩分鐘的時間 去看一看手上高 今天有三份的資料給大家 其中一份就是上兩個星期之前 跟大家去講政治觀的時候 然後補充的一份PowerPoint筆記 當中有些少少 是和上次我回去有再修改過的 我們可以在這裏 看看 好 那在這裏 中文版那裏 我回去再找一下 說文解誌裏面 講政治是什麽意思 其中一句是正也 就是在西方 其實都有一些類似的 大家相近的思想 在西方那裏 我們在講政府的一些藝術 其實就是說 一些倫理道德 怎樣是一個好的 好人去 有什麽好的道德觀 來做管治 那在中國這邊 都是要端正的 我們為政 就是做多官的 做執政的 都是要求 是一個端正品行 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另外就是 從那個 好像文字那樣 就是政治另外 右手邊那個部分 就是 兩國部分合成的 就是跟從 其實就是跟從的意思 就是這裏 這裏 其實是個從字 來的 就是跟從的從字 就是說 你去做一些事情 大眾是跟從你的 這樣就是跟政治有關的意思 這裏不是中文行 我亦都不是中文老師 所以這裏 都是補充一個資料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不是詳細去追 在這裏討論 另外一點 亦都有 另外一個問題 是有人後來跟我提到的 就是在這一頁那裏 我們講到那個 諮商機制那裏 那裏 翻譯的時候 我上次就只是 放了一個英文字 就是HMA 那個英文字在裏 那其實整個過程 可能其實是有兩個部份的 一個就是大家去討論 我們今天都會有機會 再接觸這一點 就是大家去討論 然後得出一個共識 所以那個討論的過程 我們有另外一個詞語 叫做sura 得出那個共識的結果 就是那個 我們所謂HMA 所以整個諮商機制 可能用兩個詞語 加起來 就會更加描述得清楚 這個所謂那個 諮商機制的意思是什麼 就不要誤會 就是 好像某一些的情況 那樣是 哦 諮詢 跟著聊聊聊完之後 最後 做法是另外一件事 那就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意思 談完得出那個共識 就跟著那個共識去做 那這個就是補充上次的筆記 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那我要下去今天要講的 topic 那裏 那裏 就要跟大家做分享 主要就是 去年開始 有機會在台灣那邊 跟當地的一位前教長 趙錫倫博士 有一些合作的project 他現在在當地的一間大學 有一個伊斯蘭文化的通識課程 所以大家有機會合作 那這樣 今天呢 一些內容呢 就是都跟他們 在那邊試驗過的一些教材 那我又把它再調適過 回來香港這邊 再在這裏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所以就多 就是這裏 要說一聲呢 就要多謝一下 趙博士的一些指導 趙博士呢 就真的跟我的水平相差很遠 他完全是 除了宗教上高的知識 比我多很多之外 那他就是 就是今天的 topic 就是 他的博士學位 就是研究伊斯蘭的律法 所以他是 這位律師來的 嚴格來說 但是他回到台灣 就沒有從事這件事 因為伊斯蘭的律法在台灣 就不執行 所以我們今天會看一下 律法裏面一些 重要的一些元素 是什麼 那今天我們會有 主要三個部份 那其實最後那個部份 可能都是最後五分鐘 十分鐘 介紹的 那我們會花一點時間 先講一下 關於律法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 那中間有一個 又是大家的參與 是重要的了 就是一個討論的活動 看看伊斯蘭的律法 如何實際 是可以幫助到 我們人類的生活 好了 又是 又來這些外語 外語課 這個字 可能大家都聽過 在別的場合 或者見過 律法 我們叫做Saria 這個字 原本的意思 就不是律法 原本的意思 就是源流 或者渠道 就是一些途徑 是一些什麼途徑呢 就是去到一種 我們應該要有的 一些人類生活的一種 準則 一種的途徑 就是去到達到 正途的一些 準則 一些原則 我們所謂的Saria 其實原本的字義 是這樣解釋的 現在也是 跟法律很有關係 因為法律的框架 基本上就是幫助我們 去建構一個系統 去告訴我們 有些什麼是對的 有些什麼是不應該做的 所以這個字 演變成為 今時今日 伊斯蘭律法 我們都用這個字去解釋 好了 你們有筆記 已經看到了 伊斯蘭的律法 為什麼要有律法 我們最主要就是要保障人類的 五個最重要的範疇 你肯不記就已經看到了 不過我們 所以我們不妨一次過 把他按出來 當然大家最容易可以理解的 就是要保障我們的生命和財產 是吧 任何法律 你不要說伊斯蘭法律 都要保障生命和財產 都要保障生命和財產 另外 除此之外 還有三個 我們覺得都是重要的 甚至是更加重要的 其中一個就是信仰 就是保障我們 宗教上的一些生活 智慧這裡是一個翻譯 這個智慧就是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一個自主的一個 我們要維持一個健康有獨立理性的一個思考的能力 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跟大家說 就是大家都知道 有一件事是穆斯林是不能喝的 不能喝的 有甚麼不能喝的 酒不能喝的 原因就是跟這裡有關 就是因為酒是一種麻醉品 喝了之後就會影響了你做判斷的能力 所以為了保障我們 都是有一個正常的意志 所以我們就在伊斯蘭的律法裡面 是禁酒的 因為穆斯林是不能喝酒的 另外 還要保護的就是倫常的一些關係 就是一些家族 父子等等的一些親屬關係 都是需要保障的 其實呢 我們稍後會有些機會去看一些例子 就是在《古黎經》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章節 都是說到 怎樣去分為遺產的 是說甚麼很詳盡 詳盡到 你 你猜測會詳盡到甚麼地步 你想像 怎樣教你分為遺產 有沒有猜想 猜想 猜想 教你可以分給誰 不可以分給誰 還是教你 甚麼原則呢 平等地分 那就是一句寫著 平等地分配 我稍後會看看 究竟那個平等地分配 它說得多細緻 好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問題 那待會我們會有機會 會在討論的時候 回到這裡 會用回這些概念 繼續討論 那這裡呢 也有一件事 提提大家 就是 這五個項目 是 伊斯蘭律法要保障 我們人類的 生活 而這五個項目 是有一個 次序的 在這次序上 現在已經排好給大家 越高的 重要性是越大 對的 OK 我舉一個例 剛才是否說過 我們不可以喝酒 不喝酒 因為是麻醉品 影響我們哪一件事 影響我們智慧 是不是 好了 原來麻醉藥不能用 那是否做手術 都不可以做麻醉 要硬撤下去 就不是 原因是甚麼呢 原因就是 因為做手術 要保障那件事就是 保障生命 那生命重要 還是智慧重要 生命重要 所以在這個 情況之下 我們先為了 先保護生命 所以我們是容許 用麻醉藥去 完成一個手術 清楚了吧 原理 原則就是這樣 基本上我們是 先要看 我們要保障些甚麼 然後再決定 那些行為 是可以做 還是不可以做 而不是一刀切地 說 某一件事 絕對 不可以做 OK 那它涵蓋的範圍呢 其實是相當之闊的 我應該也會去一個網頁那裡看一看 那這裡就列舉了一些大的項目給大家看 由最基本 每一天 每一個穆斯林都會做的 五番禮拜 開始 或者甚至是怎樣 洗乾淨 做大靜小靜 去做禮拜 開始 一路到 譬如人生大事 紅白意事 我們中國人所謂的 到其他商業運作 等等 一路到外交 都在它的涵蓋範圍之內 但是對一般的人來說 大部分都是 主要是 了解前面這些 後面這些部分 可能就要到一些 真是讀法律的學者 或者那些律師等等 他們才會詳細研究 那一般平民百姓 可能只是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這樣 好了 有幾個重要的原則 是想跟大家先講清楚 再繼續下去 我們去討論 首先第一個 最重要的 我們剛才也見過 我們最重要的保護 連生命之上 都還有一樣 就是信仰 所以其實整個 伊斯蘭律法的 重心就是 它有一個最重要的法源 就是 其實就是阿拉的命令 那阿拉的命令 是怎樣下來 最重要的其中一個的源頭 我們可以參考的依據 就是《古蘭經》 《古蘭經》裡面 有很多章節都已經很清楚講明 有些什麼行為是不應該做 有些什麼行為是非法的 這個就是一個天啟的特點 就不是人類自己想出來 我覺得 或者執政者覺得 這個要做 那樣不要做 最重要的源頭 就不是在人那裡 是在阿拉那裡 雖然是天啟的 但是就不是說 哇 接著的要求就是 就是做不到的 完全就是 黑苦到不得之了 什麼都說不能做 又不是這樣的 而涵蓋的範圍 是切合人類的實際需要 特別是穆斯林的生活上的需要 譬如每天要做五個禮拜 怎麼做呢 他會有說 怎樣做叫合格 怎樣叫做不被接納等等 所以是以人為本的 法論裡面的東西 主要都是圍繞我們的生活 那另外就是 另外一個原則就是 不受時空限制的 就是說 古蘭基裡面說了 說怎樣去做 某一個的儀式 或者譬如做禮拜 那是1400多年前說了 但是到今時今日 都是適用的 那另外最後一點就是 我們說的一些法律效果 是包括今生和後世的 就是說它不僅僅說 殺人就會要填命 或者放火就要如何如何 它的刑罰 未必一定只是在今世裡面 是會講清楚的 有些刑罰可能是要到後世的 這就是一些伊斯蘭律法的特點 這就是一些伊斯蘭律法的特點 簡單地說一說 剛才提到 其實在1400多年前 開始成形的一些伊斯蘭律法 當然不是說一朝一夕 就已經是完整一套法律出來 都是慢慢累積地建構出來的 但是它的影響 都是可以 其實對現代的社會 都還是有它的意義在這裡 就是它 你看到 我們上次沒有機會詳細看 這是後來 阿巴斯王朝的範圍 黃色那裡 而另外一些都是當時的一些 信奉伊斯蘭的一些國家 你看到那個範圍很大 一直沿著 幾乎是沿著北非地中海 一直去到西班牙 所以後來到拿破崙時代 拿破崙就在法國 然後他當時軍隊很厲害 他一直去擴充他們的版圖的時候 曾經去到埃琴 那裡也參考了當時的一些伊斯蘭的法典 來到去做 後來我們現在很出名的 拿破崙法典的一些參考 所以當中的一些法律的觀點 精神就是影響到歐洲 或者現代社會的一些法律觀點 其實和1400年前的一些想法 其實當時已經有一些這樣的概念 那海事法 這裡也要提一提 就是你看到其實沿海有很多的地方 當時也是那些 當時怎樣去判斷海域上的一些利益 也都是成為後來海事法的一些根據 好了 在我們正式進入討論的環節之前 還有一點補充的資料 就是關於伊斯蘭律法的一些研究來執行 研究主要是學術上高的研究 那學術研究基本上就是一些學者去做的 那一些學者呢 他們就去做一些討論和諮詢 而他們的結果呢 一般來說是作為一些參考的作用 就不一定會直接把學者的觀點拿去執行 其實這個情況在其他地方都是會出現的 譬如 你可能看報紙都會看到 現在很流行的 就是港大陳文藝教授 或者哪位教授寫一些東西在某一張報紙發表 那不會明天就會立法成為一條法律 都只是他對某一個法條文的看法 可以接受一種參考 另外呢 就是伊斯蘭律法並不是一般的法律 所以呢 我們稍後會看到 就是跟其他一些我們現代所說的普通法 那些的條文 或者大陸法的條文 是有出入的 所以呢 不能直接去比較 我們這裡都不是這樣的 不是完全可以橙和蘋果去比較的 那另外呢 今天我們沒有機會去詳細說了 就是呢 其實我們剛才說的 不是一朝一夕變出來的 不是突然間叮叮就出現的 那些法律 都是一段時間 有一些千多年前的一些法學宗師 一路一路發展出來的 那所以今天 我們著名的一些學者呢 他們多數呢 都是去根據當時的一些法學宗師的見解 來做一些演繹 那現在呢 就已經再沒有深的法學宗師了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一個重點就是 就是在學術研究上 那個目標就不是去批判人 說你不對 就是這些 大家很經典的 你騙人 這些 就不是我們的目標 不是我們去討論法律的 要做的事情 而要執行法律呢 就不是靠學者 剛才說了 是靠另外一個司法的機制 而在一般來說 在伊斯蘭的律法裏面 執法的權利是一個公權來的 就是說屬於公眾的 就不是說屬於某一個人 或者執政者的 也都不是說屬於某一些的階級 或者譬如律師等等 而並非是由個人 或者團體的責任來的 是大家都有責任的 就是怎樣去維持一個司法系統 那這裡就是補充一些 就是我在討論的時候 都可能會碰到的 就是執法是另外一回事 和我待會的討論是要分清楚 我們剛才說了其中一個重要 我們怎樣依據 什麼叫做合法 什麼叫做不合法呢 我們說了其中一個重要的發言 就是古蘭經濟 但是時代不斷進步 那1400多年前 都沒有飛機了 是吧 汽車都沒有 不要說飛機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怎麼知道 坐飛機是一個合法 還是不合法的行為呢 是不是 所以我們需要有 另外一些法源去支持我們 怎樣判斷 什麼叫做合法不合法 有另外幾個源頭 第二個就是性分 性分就是 有沒有人可以說到 性分是什麼 應該 對 對 對 武漢默德 當時的一些流傳 他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和他的弟子交流了的一些意見 他的一些說話 或者他當時的一些行為表現 都是會後來的弟子 將他寫回成書 變成性分 另外還有兩個 一個就是忠義 就是我們剛才都說過的 就是 我們可以討論一些 和大家有關的事情的時候 得出的一些共識 這就叫做 眾議 那最後一個就是類比 類比 簡單的理解 可以當作是一些 我們現在在香港常用的一個詞語 就是一些 president 英文叫做 案例 之前發生過 是這樣去判斷 這樣叫做 對 這樣叫做錯 這樣要發 這樣不用發 所以之後再發生類似的事 我們就有一個根據 因為之前某一件事 我們曾經這樣做 那就是類比的做法 到目前為止 OK 就是一些背景性 就是基本資料 那我稍後會重點討論 就是圍繞我們日常生活一些 我們不討論一些 譬如太遠的外交 啊 刑法那些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去詳細講 我要講多一些 是和穆斯林生活 可能你有機會接觸多一些 譬如其他的穆斯林 或在家裏面 印尼姐姐 我們都會看到的 我們原來 在伊斯蘭的系統裏面 我們看到人類行為的分類 原來就不只是分了 合法和非法 就是意緣那麼簡單的 不是非黑即白的 我們非法之餘呢 其他還有幾個的類別的 那有一個呢 跟非法相對的就是 必須要做的 非法就是必定不能夠做的 禁止的 一定不能做的 做了就是犯法了 但是有一些呢 就是必須要做的 必須要做的意思就是 沒有做就犯法了 明白嗎 兩樣都會犯法的 必須要做的事 做不到就是犯法了 而這些呢 我們叫做主名 就是阿拉告訴我們 要吩咐我們要做的 譬如 每日做五次禮拜 就是主名了 OK 那有分個人和團體兩種的 個人的 譬如我剛才說了的例子 每日是要做五次禮拜的 這個是主名了 有沒有可以舉到其他例子 大家上了這麼多課 穆斯林一定要做的 不做就是不對的了 齋戒 在齋戒穴那裡 在健康許可的情況之下 就需要齋戒穴的 好了 有一些是團體的主名的 譬如 有穆斯林歸真 歸真是為什麼 過身 有穆斯林過身 如果整個穆斯林的團體裡面 都沒有人跟他做葬禮 這個不是我親戚 我不認識他 他不是我朋友 沒有人理會這件事 任由他 這樣的話 全個群體的人都犯法 都有責 因為每個人都有責 那個責任就去了每一個人那裡 但是只要有一個人 肯出來代替成波 代表成個社團 去完成了這件事 做葬禮 葬禮是必須的 是一個必須主名的行為 這樣的話 全部人的責任 就不會被追究了 清楚嗎 這些叫做團體上的主名 整個團 有些東西不是個人責任 是整個團體的責任 當沒有做到 團體裡面每一個人 都要負起這個責任 好了 我們講到最極端那兩個 非法 我們剛才舉過例子 比如喝酒 喝酒是一個非法的行為 中間還有三種可能性 有 鼓勵我們做的 做了就最好 不過做不到也不算犯法 我們叫做盛行 孫那 比如很多就是 蒙康默德 穆星 當時他有做的一些 比如在某一些日子 比如在星期一 或者星期四封齋 這些是不是必須的 但是做了就更加好 這樣叫鼓勵的行為 那相對他 就是有一些是不適宜做的行為 做了都不算嚴重到是非法 但是呢 就可以避免 就盡量不要做了 的一些行為 那我待會再看一些具體的例子 那中間這個呢 就是其他的例子 這個可以說很難舉例 又可以說有千千百百的例子 就是允許的 就是可以做 做有得 不做也都沒有問題的一些行為 比如 我去選擇 坐地鐵還是坐巴士來清真寺呢 那這些是 我不會說 坐地鐵就是鼓勵 坐巴士就是不宜 就不是這樣 這個兩角都沒有所謂的 那這些都是叫做一些允許的行為 那這些都是叫做一些允許的行為 好了 那我們用一個實際的例子去看 其實同一樣東西呢 都有可能 是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成為五種行為的 現在我們就用禮拜做一個例子 在這裡 剛才說了 必須的就是 每天要做五次的主命拜 是一定要做的 規定的 OK 好了 非法的 有些地方 有一些地方 是 穆斯林 不可以在那些地方做禮拜 的 做了 是 一個 罪行來的 有沒有聽過 之前有沒有 唐上高有講過 好吧 好了 我可以給大家一個提示 做禮拜之前 先要做了一件事 才可以做禮拜 是甚麼 要先洗乾淨 是不是 我們因為做禮拜 是要面對阿拉 我們自己要 將自己 準備得最好 清潔的一個 潔淨的狀態 來做禮拜 好了 如果 潔淨是這麼重要的話 那在甚麼地方做禮拜 就會變成非法呢 洗手間 洗手間 有些 骯髒的地方 做禮拜 即使你做了禮拜 反而會變成一個 是 不合法的行為 是一種罪過 OK 好了 鼓勵的行為 剛才我們說了 五番拜是主命拜 是不是 另外還有一些 副公拜的 也有聽過 額外的 即是在禮拜前後 是可以再額外做禮拜的 那些是鼓勵大家做的 或者晚上 起床 夜半 即是 夜蘭人症的時候 起床做禮拜 紀念阿拉 對我們的 種種好處 那這些是一些 鼓勵的行為 但是不做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鼓勵的